当下无话 菜也上来了 大家开吃 吃饭的时候 花满天时不时的东张西望 还经常回头看看背后 孝红尘忍不住了 捅了捅他说道 哎 你老看什么呢 花满天说道 去日不是叫我们小心点吗 而且我可以顺便看看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在监视我们 孝红尘说道 你这个样子 已经是全饭馆里最可疑的了 谁还能比你更可疑啊 逍遥也说道 你这样看啊 也找不出来的 人家只需要注意我们在不在这里 根本不用刻意的监视呀 花满都说道 哎 那我们多待一会儿 看看有谁啊 也像我们一样一直在这儿 那不就是他了吗 逍遥说道 哎呀 哪这么简单啊 人家叫人换个人 继续看着不就行了吗 人家可是一个团伙 花满楼 黯然的说道 那就没什么办法了吗 这办法肯定是有 只是呀 我们还没想到 花满楼说道 你这完全是废话 当下 花满楼也恢复了正常的吃饭状态 众人相安无事的吃罢了这顿饭 出了饭馆 老大对风萧萧说 我们这就回帮组织人去练集去了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哦 我不去了 我自己随便转转吧 风萧萧答道 那你自己也得当心点啊 老大叮嘱道 嘿 我现在的武功可是又上了一层哦 风萧萧笑道 他终于找到机会 展示新练的绝招了 转而又向逍遥说道 逍遥你刺我一剑 别客气 用全力 逍遥不解的问 你搞什么鬼啊 风萧萧的 哎你刺了就知道了 来吧 用全力哦 逍遥也不多话 抽剑向风萧萧刺来 果然是全力以赴 毫不留情 这一剑 完全出乎了风萧萧的意料 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快的一剑 这和他印象中 已经逐渐模糊的轻衣人的剑速 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剑眼看就要刺中了 风萧萧根本来不及施展捕风捉影 大概这种情况下 就是捕风捉影的几率为零的时候吧 风萧萧暗想 想得连闪躲都忘掉了 好在剑是在逍遥的手里 眼看就要刺中的时候 逍遥看到风萧萧 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 使出什么绝招来 反而是傻乎乎的在发呆 联盟一个急刹车 更加不解的问道 哎 你搞什么鬼啊 风萧萧道 你出手这么快 我鬼都没来得及搞 哎 你怎么这么快呀 我现在升级加了不少的身法 预见数 我已经练到了最高级了 出手提高百分之二百三 风萧萧连连说道 怪不得 怪不得呀 看来呀 我也得好好地练练武功才是了 逍遥傲然地说道 武功当然是要好好练的了 行了 不陪你玩了 我们走了 和众人告别之后 风萧萧拉出了自己的武功来看了看 基本内功 熟练度百分之十七 风驰电掣使用的最为频繁 几乎无时无刻不再使用 现在已经是第四层了 移动速度加百分之一百九 熟练度百分之四 迎风待遇还是老样子 第一层 持续七秒 熟练度百分之二十一 风卷残云 前一段日子练功的时候 疯狂地使用 熟练长了不少 现在已经是百分之九十四了 即将突破第二层 捕风捉影 新学的一共只用了三次 熟练度百分之一 估计实际上还不到百分之一呢 新演 因为是被动技能 一直都在使用 但是熟练 长得远不如风驰电掣 现在才第一层 熟练百分之九十八 这突破 也是眼前的事情了 武功一定要好好练 风萧萧又是暗下决心 老大等人都回帮派去了 风萧萧一个人漫步在洛阳街头 游戏里的阳光远比现实中的绚烂 已经偏西的日头 把风萧萧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这太阳光天天自动向西地走 却同步落下去 真是一大奇观 风萧萧暗自嘀咕着 游戏里的风轻浮脸面 但风萧萧突然感觉到 一阵更急促的风 从背后再接近自己 是刺客 这是风萧萧的第一个念头 来不及回头看 风萧萧急速地向前冲出了一段距离 这才回头观看 哪有什么刺客呀 是一大伙人跑过而已 我靠 被你伙人弄得我也紧张兮兮的 风萧萧的心里暗骂 可是心下不知怎么 又有了些懊悔 早知道 刚才跟这老大他们就混混经验了 现在一个人又是无事可做 自己现在最想做的事 是练练武功 可专门练功的话 可是需要大量的金钱的 自己的一点小钱 前几天冲击的时候 已经是所剩无几了 现在真可谓是一穷二白 正在胡思乱想 背后又是一阵急促的风声 心到又是谁在大街上乱跑啊 猛然回头 发现这回真的是刺客来了 和刚才的刺客一样的装束 行动都一样 手持短剑朝着风萧萧次来 可惜这个速度 在风萧萧的眼里和蜗牛差不到哪去 随意地伸出两指 仿佛不是要用手去加剑 而是在等着剑递到手里 这么慢的速度下 风萧萧毫无争议地加重了剑 对方免不了大失一惊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他速度的下线 不是专杀兵器谱上的人吗 怎么我也成了目标了 风萧萧想到 连忙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老大知道 老大担忧地说道 你啊 我来和我们一起吧 好友不照应 风萧萧潇洒地说道 不用 那刺客太垃圾了 我可以轻松地应付 老大还是不是很放心 不要大意 要小心 风萧萧道 了解 刺客持剑冲来 风萧萧加剑 刺客下线 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 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风萧萧站在原地思索了片刻 就离开了 风萧萧迅速转过一个弯后 纵身上房 猫着腰沿着房檐回到了 遇刺的地点附近 风萧萧决心藏在这里 一探究竟 扶在房檐上 紧经着刺客刚才消失的地方 顺便看着周围 有没有什么比较可疑的人 风萧萧趴在这里 望眼欲穿了半天 这下面的街道上 就是不见有丝毫的动静 这么一小段街道上 时不时的白光一闪 有人上线 也有人下线 弄得风萧萧的精神高度集中 死盯着刺客下线的地方 头一转都不敢转 唯恐忘了刺客下线的地方 产生误会 如此遁守 是对人的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考验 结果 风萧萧两项考验都没有通过 首先是精神恍惚 思维出现混乱 就差没忘了 自己实在是干什么了 接着 身体也是感觉各种不适 浑身僵硬 略微舒展了一下 感觉无比的舒适 结果 就这么舒适的睡着了 风萧萧醒来 是因为转身 不慎从房檐上掉了下来 如果还是最初 那个生命脆弱的风萧萧 这一下 已经给摔回复活点了 现在不说身体强壮 但是至少能挨着一下 不过突然有一个大活人从天上掉下来 还激得尘土飞扬 这不引起糟动 那真是不正常的 等风萧萧清醒过来 弄清楚状况 已经是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起来 人们是奔走相告 快来看上帝啊 风萧萧现在也是小有名气的 而且这脸也是在论坛上漏过 当下就有人认了出来 哎呀 哎呀 这这这不是那那谁吗 谁呀谁呀 不解的人自然会追问 这就是那个谁呀 那个谁呀 知情人却不知道风萧萧的名字 一直不知怎么说清楚 急得是语无伦次 只恨这论坛为什么贴了照片 却不写名字 风萧萧是大雄 起身之后二话不说 汉地拔葱飞身上房 人群又像炸开了锅一样 纷纷的嚷道 快来看上帝飞啊 风萧萧迅速离开事发地点 通过驿站落荒而逃 出现在新的城市的时候 脸油渍在发热 估计红潮也还没有退去 忽然迎面一人 在看到风萧萧后 忽然说道 诶 你怎么在这 风萧萧定睛仔细一看 只觉得有点面熟 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 随口敷衍道 哦 是你啊 你怎么也在这啊 对方笑着答道 我现在不在龙门客栈了 来这边的金钱帮了 风萧萧这才猛然记起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太原街头 和自己废了一堆话的 那个龙门客栈的白衣人 风萧萧说道 来金钱帮了呀 那这里是长安咯 是啊 对方惊奇的说道 你不知道这是长安 是怎么过来的 哦 我是随机传送的 风萧萧笑道 对方也是一笑道 我叫徐里飘双 你是叫风萧萧吧 我现在啊 也不是龙门客栈的人了 可以交个朋友了吧 当然可以 就算你是龙门客栈的 只要你愿意 也是可以的呀 哎 你怎么知道 我叫风萧萧的 雪里飘双笑道 哼 全龙门客栈的人都知道 和那个小帮派 信天楼打嘴仗的时候 他们那个帮主啊 没少提你的名字 风萧萧恍然大悟 心里大骂万事通 雪里飘双道 我听还在龙门客栈的朋友说了 你又去了太原 他们埋伏了一大帮人 都没能说到底 风萧萧连连道 侥幸侥幸 差点就挂在那了 雪里飘双笑道 哎呀 你也别太谦虚了 龙门里很多人啊 对你的实力 都是很崇拜的 风萧萧 红潮渐退的脸 又红了起来 连声道 别夸我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雪里飘双大笑道 哈哈哈哈 那好 那就不说这些了 走 我请你吃一顿去 风萧萧面露男色道 这个我刚和朋友吃过 现在恐怕吃不下去了 雪里飘双试然道 那就以后吧 有的是机会 我就先告辞了 雪里飘双也是通过驿站传送 不知道去了哪里 系统信息提示 雪里飘双将你加为好友 回首将对方加为好友 顺便感慨 游戏里的名字 是一个赛一个的诗情画意 既然现在是身在长安 当然得联系一下聚宝盆了 这才看到 自己有好几条未读消息 连忙打开来看 都是老大发来的 该下了 回话呀 干什么呢 很忙吗 那我们先下了 什么 都这会儿了 风萧萧连忙看了下时间 距离早上下机的时间 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自己又在油漆中睡觉 浪费了构成生命的宝贵时间 风萧萧痛心不已 连忙下线 回到寝室 三人居然还没有睡 还在讨论着当天的游戏 看到叶凯回来 话头直指向他道 怎么才回来呀 还当你出什么事了呢 哦 没什么事 睡着了 哎 你们干什么呢 还没睡啊 哦 再说今天遇上刺客的事 哎对了 你说你后来也遇上了 老大问道 是啊 也和你那个一样 没刺中就迅速下线了 我们帮主昨天也被刑刺了 而且被杀掉了一击 亮子说 夺宝其谋 叶凯问道 是啊 真是可惜啊 哎呀 这些刺客到底是哪来的呢 亮子感慨 语气少有的充满了惆怅 四人都陷入了沉思 随着全民等级的提高 帮派势力的划分 游戏里是越来越不平静了 最初大家以为会掀起波兰的青衣人 最终以销声匿迹告终 但这次的刺客事件 牵扯人物之广 已经遍布全江湖 而且触动的 都是各帮各派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的目的已经很明显 就是要借此 削弱各大帮派的实力 但他们到底是谁 这才是当前人们所想要知道的 而封萧萧的心里 更有一个疑惑 他们为什么要刺杀我 封萧萧再次上线之前 特意先上了趟论坛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新消息 新发现 论坛上人声鼎沸 主要议论的话题 自然是最近的杀手事件 杀手自从出现到现在 仅短短的数日 已经有不少人深受其害 直接造成经验损失的是一部分 另一部分 是由于经验损失 而造成的精神损失 这个涉及面就比较广了 和直接经验损失的人 有关的人都会受到波及 但翻来翻去 都是些大骂杀手 或者其直系亲属的帖子 名字看上去比较有深度的 也只有一帖 题目叫做 看杀手集团的形成起因 及其发展要素 但风潇潇一看作者是万事通 就直接pass掉了 除了写杀手事件的帖子 还有几篇帖子 引起了风潇潇的注意 这几篇帖子 都是写轻衣人的 风潇潇点开其中一篇 名为轻衣人重现江湖的帖子 帖子讲 作者在长安城看到了轻衣人 并信誓旦旦地声称 自己绝对不会看错 回帖寥寥无几 看来大家对于这类帖子 已经麻木了 即使是回帖的人 也是在嘲笑对方 这种时候 还在用轻衣人作秀 剩下的 就是作者自己 请求大家相信他 所发出的无力的呐喊 对于这类帖子 风潇潇早期 也常被弄得兴奋异常 现在呢 也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自己正巧身处长安 留意一下 也许真会遇见 不过转念又想 轻衣人如果不想别人认出他 随便换身衣服就行了 谁还能认得出来啊 写轻衣人的帖子里 居然也有一帖是万事通的 风潇潇暗骂 你真还是什么事都通啊 看题目 叫做浅西轻衣人消失的原因 风潇潇是根本不屑一顾 连接上游戏 风潇潇出现在了长安街上 信部兜了几个圈 把所剩无几的几个小钱 全部投资在了药物的补充上 准备去城外 小炼一下集 城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 一个人斜坐在那里 一身的轻衣 身边放着一柄乌翘长剑 风潇潇是一阵的欣喜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想着遇到就真的遇到了 几步上前 还未等风潇潇说话 对风已经先出声了 一个得意洋洋的声音 怎么样 我就说会有不少人上当吧 你看又来了一个 石头后面传来一个声音道 网上那帖子明明没什么人搭理的呀 石头上的人说道 废话 这看铁子和看到一个大活人 能一样吗 不信也信了呀 风潇潇是茫然的说道 你们这是 石头上的人笑道 兄弟 没事 我这和朋友咋懂呢 看我装成轻衣人的样子 能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风潇潇问道 网上那帖说轻衣人在长安的帖子 是你写的 石上人道 那个不是 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风潇潇呕了一声 正准备转身离开 而石上人也准备继续在那摆着造型 忽然又一个声音从一旁传来 你是轻衣人 风潇潇闻声回头 一人一身轻衣 手持一柄乌翘长剑 傲然挺立着 风潇潇再看看石上人 石上人的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一片的死寂 石上人小心翼翼的问道 你真的还是假的呀 对方不答话 直接抽剑朝着石上人次来 石上人是连滚带爬的 从石头上翻起来 躲过了这一剑 轻衣人毫不手软 一剑接着一剑地上 风潇潇看得连连摇头 这一看呢 却又是个假冒的 出手虽然快 但比起刘悦的圆悦弯刀尚且不及 如果是轻衣人的话 时至今日 怎么才会是这个程度 而且都体贱了 还赐不到对方 石上人左之右处甚是狼狈 刚才从石头背后送来声音的朋友 这会儿也是一直不见动静 风潇潇甚感无趣 转身准备离开 没想到轻衣人对自己吼道 你等等 风潇潇惊讶地说道 干什么 对方一边批出几件 一边恶狠狠地说道 见过我真面目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的 风潇潇哑然道 这时在游戏里 你还想杀人灭口啊 对方一愣 似乎忘了这一点 但立刻说道 我会灭你到零级 风潇潇摇摇头道 哼 无聊 转身就要离开 对方对于风潇潇如此藐视自己 甚是恼火 放下了一直坚持攻击的目标 不管 挺剑向风潇潇重来 风潇潇连这几天 一直热衷的加剑都懒得做了 直接飞起一脚 将对方踢飞了 假冒的轻衣人 居然没有当场死亡 落地之后爬起身来 一溜烟就不见了 哼 装轻衣人也不多加点米其身法 这么多生命 风潇潇意愤填膺地说道 对对方假扮轻衣人 却不具备的职业素质 甚是不满 再看时尚人 正以崇拜的目光望着风潇潇 这种目光 风潇潇最近是见得多了 随意地笑了笑 以示礼貌 这才离开 被两个假冒产品一扰 风潇潇恋迹的心情荡然无存 转身又回到了长安城里 进入床门 路过驿站 忽然面前一闪 出现了三个人 其中两个居然是自己认识的 是好久不见的一见冲天和见无痕 另有一个女的并不认识 对方明显也看到了对面的风潇潇 两人同时开口惊呼 风潇潇 风潇潇正代分别和两人打招呼 只见两人互相对视 一口同声地说道 你们也认识 风潇潇一愣 也失声叫道 你俩认识 三人都是一点头 一见冲天先是反应过来 笑道 哦 原来大家都认识呀 说者对旁边的女孩道 来 介绍你认识 这个也是我一个朋友 叫风潇潇 风潇潇问道 这位是 一见冲天豪爽地笑道 哈哈哈哈 我老婆叫何雪衣 风潇潇心道 你这么快就从失恋的打击中走出来了 这才几天呢 直接弄一老婆来 暗想这话在这说也不合适啊 当下忍住不言 向何雪衣点头示意 转而又朝一见冲天和见无痕问道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剑无痕抢着说道 我很崇拜一见的 偶然一次遇到 就一直跟着他了 一见冲天 向风潇潇无奈地笑了笑 风潇潇又接着问 你们来长安是有事吗 剑无痕又抢着说 轻衣人啊 又向一见挑战 地点是长安城边的日落山 轻衣人 风潇潇惊呼道 攘霸又心有余悸地说道 真的还是假的呀 一见冲天是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 这哪知道啊 我这些日子没少被骗 最近呢 又出一帖子说 轻衣人在长安 马上就有人约我来长安 我看八成是假的 风潇潇道 我看也是 我昨天来的长安 也没多注意 今天一上线 就遇到两个假货 一见冲天道 不过既然来了 就去看看吧 约的时间也快到了 哎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啊 风潇潇虽然刚受过打击 但也是抱有一线希望的 自然不会拒绝 四人一同向长安城边的日落山而去 一路上交换了一下信息 无非是些等级什么的 得知一见冲天 现在73级 剑无痕51级 何雪衣52级 何雪衣 与昨天刚刚相识的月柔 一样同出于峨眉 对于风潇潇的等级 一见冲天没有太在意 一路只是不住的感慨 这过了七十级 升级真的是好慢 好难啊 片刻 日落山出现在众人眼前 四人来到日落山脚 抬头向上望去 高耸入云 风潇潇失声问道 你们约的地方是哪儿 山顶 一见冲天冷静的回答 丝毫不减一带大侠的风范 哼 如果这个是假的 我们一定要撕着它 风潇潇咬牙切齿的说道 三人不使风潇潇的可憎面目 但对风潇潇的建议 一百个同意 日落山山顶 轻衣人 手持乌翘长剑 背向众人而立 剑无痕对众人说道 看这架势有点像啊 风潇潇的 这架势哪个不像啊 我要换上那身往那一处 比他还像呢 剑无痕不满的说道 你不能这么悲观呢 能不能说点吉利的 已经累的 恨不得趴在地上的风潇潇的 我只是实话实说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呀 我今天算是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 众人边说边向前行 听到众人的声音 轻衣人转过身来 目光直指一箭冲天 冷冷的说道 一箭冲天 你总算是来了 何雪衣拉了拉一箭冲天 悄悄地说道 瞧 认出你来了 看来这个是真的 一箭冲天和风潇潇对望了一眼 风潇潇的 真个屁啊 这个够傻的 上来就暴露了 一箭冲天和轻衣人比武的时候 还是公厕 人都长得一样 他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啊 你们不是说 那个时候都是认箭不认人吗 你看你老公这箭 现在满大街的人挂的箭 都是这个样子 模仿你老公的人 可比装轻衣人的还要多哦 那他怎么会认识一箭冲天的 风潇潇摇摇头道 大小姐 这江湖里不认识一箭冲天的人 还没有认识我的人多呢 看到何雪衣 还是一副傻傻的思考状 一旁的箭无痕忍不住说道 风潇潇 你说话总是绕来绕去的 直接了当的好不好 一箭冲天也叫了 拉着众人说道 行了 咱们走吧 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 众人转身准备离去 这轻衣人 一看众人上来看到自己 自顾自的说笑了几句 就准备离去 顿时失控 叫道 一箭冲天 你给我回来 风潇潇这一天里 三番四次的被人骗 这会儿挣气没处出呢 听后面这个假货还在那叫嚣 一时也没控制住 脚下全力运起了风池电掣 众人只见人影一闪 风潇潇已经站在了轻衣人的面前 恶狠狠地回道 回来了 你要干什么 众人被风潇潇惊人的速度所震惊 尤其是一箭冲天 认识风潇潇也有一段日子了 没想到他一直是身躺不漏 就冲刚才这一下子 自己认识这么多人里 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假冒轻衣人现在眼里满是恐惧 心里琢磨 轻衣人就是以快狠著称 这人的速度这么快 说话这么狠 莫非他才是真正的轻衣人 这怪不得一上来 就识破我是假的 脸上抽风似的笑着笑说 这个叫各位回来 是想向大家道个歉 和大家开了个玩笑 耽误大家时间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风潇潇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转身向众人走来 大家这会儿看风潇潇的眼神 分明是在看国宝 风潇潇的心里咯噔了下 哎呀 我怎么一不小心暴露自己了 冲动是魔鬼 冲动是魔鬼啊 看到何雪衣 仍旧是傻傻地站在一边 为众人的吃惊而吃惊 不由地想起了聚宝盆的一句话 无知的人 真幸福啊 风潇潇连忙转移众人的注意力 苦笑道 哎呀 又是一个假冒子 一见冲天回过神来 一脸无奈地说道 你这才遇到了几个呀 我这些日子 到处追着轻衣人的消息跑 已经不知道遇了多少个假冒伪劣的产品了 转而又问风潇潇 怎么 你对轻衣人很有兴趣 风潇潇的 我一直对他很有兴趣 也想和他交交手吗 那倒不是 只是好奇 立心想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一见冲天盯着风潇潇看了半少 不过 对你我也是刮目相看了 我看你现在的等级也不是很高 可你这首轻功 就算是我也望尘莫及啊 风潇潇笑笑了笑 没有言语 一见冲天说 你的等级虽然不高 但是升级速度 却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快的一个 风潇潇笑笑说 嗨 那还不都是靠朋友带出来的 我看你的升级速度 这位带你的朋友 一定是会群商类的功夫吧 风潇潇笑而未答 心说果然是高手 猜得真准 一见冲天也笑笑道 哎呀 行了 哎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转转啊 风潇潇笑笑道 行走江湖 还能像你这样脱家带口的 一见冲天大笑 拍拍风潇潇道 那就后会有期了 后会有期 风潇潇回道 剑无痕和何一雪 也向风潇潇打招呼告别 从山背后的一条路 下山而去 告别了一见冲天树人 风潇潇信不向山下走来 心还没有完全的平静下来 这次这个轻衣人 是今天自己遇到的第三个了 哎呀 这游戏里啊 就是有这么多无聊的人 只是这些轻衣人里 没有一个能达到真正轻衣人的水平 要知道 轻衣人出现 那都是公厕时候的事了 以现在玩家们普遍的等级 超越当时轻衣人实力的 已经不在少数 而这些假冒的 明显等级都不高 一上手就可以让人分辨真假 到底谁才是轻衣人 轻衣人到底用的是什么武功 他的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还有 他为什么在击败一剑冲天后 就销声匿迹了 这一连串的 有关轻衣人的疑问 几乎是从风潇潇进入游戏开始 就一直伴随着他 什么时候才能解呀 突然感到有水滴滴到脸上 抬头看看 乌云密布 下雨是转眼间的事 风潇潇连忙发足狂奔 不到半山腰 雨已是倾盆而至 看看没有闪电 也没有打雷 风潇潇缩着身子 躲到了路旁的大树下 心想 一剑冲天他们一伙人 不知道给连成什么样了 雨看来是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 一路上炼击的人纷纷下线 自己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的 也没什么意思 风潇潇正准备下线 忽然 路对面的树林里 缓缓走出一个人影 手里撑着一把油纸伞 另一手所持的剑的剑柄和剑鳄 在雾蒙蒙的天气里 依旧闪着光 风潇潇感到心跳加速 有间茶楼前的街道 手撑油纸伞 另一只手持乌翘长剑 渐柄渐恶闪闪发亮 在风雨中徐徐走来 这幅画面已经是根深蒂固的 印在了风潇潇的脑海里 而现在 它又重新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换的只不过是个地点 在下着大雨的天气里 风潇潇硬是口干舌道 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看到谁了 而且直觉告诉她 这次是真的 人影一步一步地向着风潇潇逼近 已经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而遍布风潇潇脑中的疑云 也仿佛在这一步步的逼近中 开始消散了 雨还是那么大 雨中 青衣人撑伞持剑 缓步向着风潇潇走来 风潇潇是全神戒备 盯着青衣人的一举一动 它倒不是怕死 这只是游戏 死了也不过掉一击 真没什么好怕的 它怕的是自己这一死 会被送回复活点 丧失这一揭开谜底的机会 青衣人距离风潇潇只剩五米 要不是雨太大 已经可以看清它的面貌 突然 青衣人的右手向前一探 伞已经飞出 风潇潇的脑中 立刻浮现出那天比武时的画面 伞只不过是个幌子 真正的攻击是在后面 果然 伞出手后 控出的右手立刻抽剑前冲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风潇潇早已有所防备 在青衣人和伞刚处于 极头并进的时候 它已经带动 风潇潇现在的速度 使出的捕风捉影 对付逍遥都显不足 何况现在面对的 是江湖中创造速度神话的青衣人 当然不敢贸然去加剑 还是闪避为上啊 这一刻 风潇潇的头脑变得格外的清醒 风石电掣 迎风带月两招同时而发 风潇潇一跃向前 从青衣人的头上一滑而过 雨伞此时已落在青衣人身后 风潇潇轻点雨伞 一个折身 飘然落地 此时他对青衣人的速度 已经有了具体的认识 较之上次比武更快了 但距离自己的想象 好像还差了很远 似乎还没有自己快 青衣人已然折身 没有言语 持剑又向风潇潇冲来 风潇潇没有多想 故技重施 再次运起两招 身形刚要动 青衣人的剑光 已经把风潇潇完全笼罩 雨水淋透了风潇潇 他可以感觉到 冰冷的雨水从头顶 顺着头发而下 进入脖子 继而流遍他的全身 但他不觉得凉 觉得凉的是他的心 本以为可以烟消云散的 疑云随着这一剑 又密不起来 青衣人的剑 并没有继续刺下去 在即将刺中的时候 他停下了 并说了句 谁都无法想到的话 他说 你好 风潇潇惊讶地望着青衣人 不知道说什么好 青衣人笑着笑 收剑 持散 说道 我刚才只是试试 看你到底有多快 风潇潇回过神来 回道 你怎么知道我快 在山上看到的 风潇潇想起了山上的一幕 接着颓然道 原来 刚才你也在那 快 还是没有你快 青衣人又笑了笑 缓缓地说道 如果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能这么快 作为交换 我也会告诉你我的秘密 不等风潇潇说话 接着又说道 我知道 你不仅仅靠加敏捷 你肯定有什么特别的武功 或者装备 要知道 我也是玩快的 风潇潇的心 砰砰直掉 青衣人的秘密 已经纠缠了自己太久 眼看就要知道了 但却要用自己 同样隐藏了很久的秘密 来交换 青衣人看出风潇潇在犹豫 笑了笑道 放心吧 这些秘密说出来 依旧还是只有咱们两人知道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我想你也不会吧 风潇潇点点头 深深的吸着口气道 武功 青衣人紧接着问 什么武功 风驰电射 从没听说过 不是门派武功吧 不是 是隐藏任务的奖励 亲手村的任务 完成那个任务的就是我了 哦 原来如此 那你练这个功夫 有很久了呀 武功有几层 一共十层 你现在是几层了 现在是第四层 加多少的移动 四层的风驰电射 移动加百分之一百九 青衣人陷入沉思 风潇潇提醒道 该你说你的武功了 青衣人笑了笑说 我的秘密可不仅仅是武功啊 还有你那把剑是吗 青衣人大笑说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 大家都会认为 我这把剑有什么名堂 其实啊 我真正的秘密 不是这把剑 武功也并不是最主要的 那是什么呀 是这个 说着 青衣人举起了手中那把油脂伞 他 风潇潇看着这伞 不就是普通的一把油脂伞吗 这怎么看 也不像有什么秘密 青衣人又笑了 哼 你可不要被他的平凡外表迷惑 这把伞叫毒心伞 他的特殊作用是 降低他周围体育人的 除了生命和内力以外的 所有属性 降低多少 三米为百分之十 两米百分之二十 一米内为百分之三十 哦 难怪啊 刚才我还在他上面踩了一下 那就是一米以内了 哈哈 你那样的接触 属于零距离接触 再减百分之十 就是百分之四十 厉害 怪不得你也总在雨天出现 这平时拿个伞 真的会让人起疑心呢 哈哈 你说的原因只是一半 另一个原因是 在雨天里 这伞的威力加倍 也就是说 你刚才的速度 已经被削弱到 只剩原来的百分之二十 真是变态了 这削弱时间是多久啊 只有三秒 这才是我的行动 一定要快的原因 这三秒是怎么计算的 例如你进入两米区 那么削弱百分之二十三秒 如果你此时又进入一米区 则重新计算 削弱也变为百分之三十 如果是退回三米区 则继续按两米区的时间和削弱来计算 这样说的话 实际上你的速度 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快了呀 没错 你们只是看到 当我刺中一剑冲天的时候 它连剑都来不及拔 再配合散仙出而人仙制 所以潜意识里 有了好快的异角 而事实上 是一剑冲天变慢了 当然了 我的速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 但肯定比大多数人都要快 而你的速度 才是真正的超出人们想象的 风潇潇笑笑了笑又问 我还有个问题 你神秘的出场 打败一剑冲天 然后一直在神秘的消失中 这个是为什么 轻衣人也笑了笑 这些啊 纯属是个人爱好 我就是喜欢神秘的事物 现在可以在游戏里 自己扮演一把神秘的人物 岂不是很爽啊 风潇潇紧接着问 那你以后还会这样神秘的隐藏自己 这个嘛 倒不一定 总之啊 我们今天的事情 你不要说出去 让我继续品味我的神秘人生吧 风潇潇点了点头 轻衣人转身离去 风潇潇在后面高呼道 哎 你叫什么名字呀 轻衣人转过身来说道 风雨飘摇 随即离去 风潇潇心里说 你的名字起得倒挺浪漫呀 试着将其加为好友 结果系统提示 对方的好友开关并没有打开 感谢观看